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按照猫咪的一个营养需求大概准备了一项几种 像有鸡胸肉 鸡肝 还有鸡腥 鸡蒸 还有牛肉 秋刀鱼 还有鸡蛋 这些平衡补充蛋白质和脂肪补充硫黄酸 平衡脂肪酸 那由于我们的猫咪让它是纯肉 是腥肿肉 所以它不用像人那么麻烦 还要配什么粗产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黄牛肉 巨大块的一个鸡胸肉 我们要起来 起一半 太多它们也吃不完 就它们是两小盛饭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搞这种 好 放进去 好 最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暴风 哇 有点 有点 笑不去说 把它搅一搅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准备 3 2 1 好 OK 来 看一下 不可以 现在还不能吃 宝贝 焦急啊 好 那我们煮水 好不好 我们现在开始 完美 我们这一个已经证锁了 见证旗舰说到了 拍得到吗 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就是 等一下就把这一个 等它放凉一点 然后再给小猫咪吃 因为小猫咪不能吃太烫的东西 来 来 给个面吧 好不好 吃 皮蛋呢 对于我们 对于我今天做的这个猫饭 还是赏脸吃的 但是 周周的话呢 就好像不太喜欢 切碎 这样子的小猫咪才好吃 快 快 以上就是一次简单的猫饭制作啦 因为只是偶尔来一顿 所以这次就当零食吃 如果你想用猫饭带去家里的干粮喂养猫咪的话 光靠以上的肉是不够的 还需要加一些 盖呀 点和维生素之类的东西 这些就直接在网上买就可以了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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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